亲爱的同工同灵,大家平安 欢迎你收看 由真耶稣教会生命之光 所制作播出的同工学习原地 圣明给大家来继续分享 讲道写 第三节 讲道者的装备 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 首先必须要有装备 那么我们作为讲道人 我们当然也要做好自身的装备工作 那我想从五个画面 跟大家一起来 学习分享传道者的装备 第一个画面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是混神差遣的凭据 我们大家来请看圣经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混之说明读圣经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或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的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感谢主 这一处经文是主耶稣在死里 因为他们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们有的逃跑了 有的成不能住 所以他们呢 现在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这位呼活的主 那么当时呢 他们心里头还有 惧怕犹太人迫害 所以主耶稣一见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 愿你们平安 主耶稣接着说 呼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那么天呼差遣主耶稣 他的依据是什么 是圣灵 所以主耶稣的开禄相婚 施洗约翰 他为主耶稣做见证 我们来看圣经 在约翰胡音第一章 约翰胡音第一章 33节 约翰胡音一章33节到34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猜我来 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见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约翰胡音一章33节 约翰胡音一章33节 约翰胡音一章33 主耶稣 这位拉撒勒人耶稣 他就是神道成诺生 来到这个世界 他用圣灵来做见证 主耶稣 也告诉他 你看到圣灵建在谁身上 谁就是要用圣灵施洗 那约翰就明白了 他看到圣灵 仿佛鸽子 建在主耶稣身上 他就证明 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 混神差遣的凭据是什么 是圣灵 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 他的证明 在 路加胡音 路加胡音第四章 路加胡音第四章 十八节 路加胡音四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呼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狭眼的得看见 叫那所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越拉人的洗粮 这些都充分证明的 圣灵 是混神 拆遣的 凭据 主耶稣 自己 是用圣灵来做见证的 主耶稣 拆遣他门徒 凭据 也是圣灵 所以 主耶稣 对他的门徒说 户怎样拆遣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然后就向门徒 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 圣灵是 奉主耶稣拆遣的 依据 也是 这个 属人全病的依据 门徒 要去传言呼应 建立教会 那么他就要为人施洗 施洗有赦罪的功效 这个赦罪的功效 不在乎人 而在乎圣灵的全能 所以 主耶稣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 这个圣之能源 他必须要有 圣灵的差遣 有圣灵的全能 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者 第一个方面要装备的 追求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教会呢 要参与讲台试奉者 那么第一个条件 也就是要求 要有圣灵充满 你才具备 参与讲台试奉的基变条件 这是我们分享的 这个装备的第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 要有信心 这个无论做什么 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那传道人呢 对圣经真理和真教会 要有充足的信心 要讲自己所信的 传道不是一种职业 并不是推销员 而是从神那里领受的 一种神圣的职讽 我们来看 哥林多霍书六章一节到三节 先看哥林多霍书六章一节到三节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 不可屠受祂的恩典 因为祂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哪 现在正是越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可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执婚被人毁败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传道人 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传道 它是一种神圣的执婚 它不是一种职业 它也不是推销员 它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职业 在传达 从神那里来的信息 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 必须要有信心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十一章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能会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闪失那寻求他的人 人如果没有信心 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可见神喜欢一个人 跟人喜欢一个人 标准不一样 神喜欢一个人 那么你这个人 首先必须要有信心 那怎么体现 有信心 这里讲到两个方面 一个要相信有神 我们相信 这个天地当中 有一位创造主 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这位独一的真神 为了拯救人类 他曾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为了拯救人类 为了担忽全人类的罪 他甘心乐意 被钉在十字架上 担担全人类的罪 留住保鲜 来救赎我们 他是人类 唯一的救主 神第一次 要毁遍世界的时候 他借着荒桌 来拯救挪亚一家人 神在这末后的世代 他要借着教会 来拯救人类 所以我们要相信 主耶稣基督 遵循他的旨意 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 作为传道人 我们更应该要有信心 我们要相信 耶稣基督 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这是相信的第一个方面意思 你要相信有神 那么 并且还要相信 我们这些寻求神的人 必得到神的赏事 我们为主做工 不是图难的 我们来信靠主 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 不是图难的 将来我们会得到 神的赏事 神会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 来报应我们个人 善 有善的 这个赏事 恶有 要受到恶的心怀 这个我们是相信 这个是有 将来有一天 都要在神面前 这个 受到这位公益主的一种审判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 作为神的功能 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对圣经 对教会 特别是对我们 所信的这位主 我们要有独信 不移的信心 那么我们才能够 去为主耶稣 做美好的见证 这是第二个方面 要装备的 如果一个人信仰上 还在动摇 那么我觉得他首先 不适合我要去学习讲道 而是我怎么来 在自圣真道上 来造就自己 来坚定自己的信仰 是自己有一颗 独信不移的信心 那我们才具备了 去为主 传婚姻的 这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 就是 我们这个传道人 要有美好的品德 这个很重要 这个传道人的 这个品行 这个会关系到 我们这个传婚姻的国家 因为这个 不信主的人 他对信耶稣的人 会有更高的要求 那我们作为传道人 不但还未信主的人 把我们当作传扬 那么信徒 也会把我们 当作传扬 所以我们 要有美好的一个品行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 连出圣经 首先来看 十路行传 十一章 二十四节 十路行传 十一章二十四节 这巴拿巴 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 归乎了主 你看这一章圣经 讲到这个 巴拿巴 巴拿巴呢 他是 使徒保罗的 好同工 那么他是 因为很会做 劝勉工作的 又被他 被称为 劝位子 那么我们前面 所讲的两个条件 一个圣灵充满 一个大有信心 他都具备 那么他 有美好的品行 但是众人 都称他这个 好人 这个好人 很重要 那么好人 才会做好事情 好人 才会吸引 更多的人 以我们 同德 呼应的好处 因为巴拿巴 是个好人 所以后来 有许多人 来归乎主 这个叫 以德 呼人 所以这个 美好的品德 这是我们每一个 作为神的功能 必须要去追求的 所以我们 这个作为功能 我们一举一动 我们要更加谨慎 我们再来看 这个师徒保罗 他要求年轻的提补态 在幻世上 要做信徒的扮演 我们看提波泰前书 四章十二节 提波泰前书 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 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 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版样 再看十六节 你要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 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我们知道 提摩泰是个比较年轻的工人 那师徒保罗 勉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 教他们一个 不被人小看的 方法 怎么能够那 众信徒 那样这些年轻的信徒 不小看你年轻 那么他就 教他呢 要在五个方面上 要做版样 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多做信徒的版样 这个言语 就是说话 其实说话是 要说 说好不容易 我们能每天 一起来都要说话 那么 这个有一句 名言这样说 话多 不如话少 话少 不如话好 所以一个人要 能够把话 每一句都说好 还真不容易 所以这要求主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 在言语上 能够很谨慎 那些 污秽的话 细笑的话 淫词妄语 这是不符合基督徒 体统的 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要随处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我觉得现在 社会上在强调 正能量 我们传道人 每说的一句话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 还是走在社会上 我们都要 发出正能量 那人家 听见的人 那那些听见的人 能够感受得到 我们所说的 是对人有造就的 有益处的 那这样呢 人家就喜欢 与我们相处 那我们在社会上 就能够发挥那种正能量 如果我们说话带刺 那听见的人 得不到益处 那人家就不愿意 给我们教 第二种就是行为 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一举一动 首先我们要考虑 我这样做 符合不符合 圣经的教导 符合不符合 神的诫命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行动 就一定会 少换错误和不换错误 还有爱心 我们说话 做事 我们的出发点 都要处于爱 爱是联络传德的 爱心 能够造就了 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是爱 主耶稣说 我若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天下万民归往 他这个被举起来 就是指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 所以呢 我们基督徒 我们身上的标记 就是爱 主耶稣说 你们若有 疲齿相爱的心 众能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 求主示给我们 有爱心 那还有就是信心 信心是我们信仰的品质 我们基督徒 不可缺少的 也就是要 残存的 有三样 有信 有望 有爱 要有信心 要有盼望 要有爱心 有信心 才会有盼望 有信心 有盼望的人 才会有真爱 他说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所以我们呢 这个要有爱心 要有信心 那还要有圣洁 圣洁呢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男女之间 关系要深深解解 还有呢 金钱也要圣洁 不可以有贪心 不可以有情欲 我们呢 要过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使徒保罗要求提摩太 要在圆与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多做信徒的扮演 在十六节 他爱美安利他 要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 他都这样做 你能够救自己 也能够救听你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平等 一个呢 传到人的 这个平等方面上 要追求赞尽 要追求灵德上的赞尽 那我们再看 第四个方面的装备 就是知识 作为一个传道人 要有属灵的知识 那么在这个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单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红红红红红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颂词 能歌 彼此教导 互相 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这座圣经 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 把耶稣基督的道理 红红红红红的存在心里 所以我们说 讲道人 你讲的道 从哪里来 从圣经来 这个后面我们会很详细的 给大家有简介 你心中要有道 你才能够讲道 那我们平常就要从事读圣经 要用各样的智慧 把主耶稣基督的道理 红红红红红的存在心里 我听到一个 这个老前辈 老公人 他在分享自己读经的心得 他这样说 他是个农民 每天 都要到田里去干活 只有安息乐来参加聚会 那么安息乐聚会 他要讲道 那平常六天劳动 其实很辛苦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多读圣经 多看各种属灵的书看 他有一次 他的孙女就这样 他今天要背诵的英语单词 写在一张卡片上 然后呢 有时间就把卡片拿出来 背一背 他就从中得到企划 他觉得这个很好啊 他说我到田里去干活 我不能够把圣经 带到田里去 等下把圣经给弄沾了 那我可以 一天背 两节三节经文 我可以把这个经文写在 这个纸片上 换在口袋里 我休息的时候 我拿出来读一读 我来默想默想 我觉得这就是用各样的智慧 根据你 这个工作 生活 这种环境 你用什么样的办法 比较 有利于你把 去熟悉圣经 把圣经的话语 记在心上 他这样做 我来他说 效果很好 他边背诵这个经文 边默想 结果呢 他在默想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很多生活的实力 所以他讲到 很多人很想听 为什么 因为他在引用经文的时候 他后面 在解释完之后 他有 这个应用的经文的时候 他有很多生活的实力 他可以让弟兄姐妹 感受到 圣经的道理 随时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 为什么他会达到这样的果效 因为 他是在 跨业 在劳动的时候 背诵经文 然后在默想经文 所以他所默想的经文 很容易跟生活中联系起来 我还听到一个姐妹 她怎么背圣经 她当时还在上班 然后她看到有一些老弟兄老姐妹 在背诵 教会的基本信仰教义的经文 她就觉得很亏欠 老姐妹老弟兄都会背 那我是中年人 我不会背 我亏欠神 所以他就也把 要背诵的经文 写在卡片上 利用坐公交车的机会 背诵经文 他从家里出发 到他单位 大概坐公交车时间 要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他又利用这一个小时呢 左右来背诵经文 那么他一天上下班 就有两个小时 那么这两个小时 用来背诵经文 默想经文 他会背很多经文 这个我所举的这两个例子 就是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你如何把圣经的道理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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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种叫知识 第二种叫常识 第三种叫见识 第四种叫胆识 所以社会上的知识 常识 见识也很重要 我们看到旧约 有两个神的功能 他是很成功的 这个功能 一个是摩西 摩西呢 因为神要重用他之前 那他想这个 结束埃及文化的教育 所以圣经上讲到 他写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说话做事都有大量 神又那他在米店跨野 四十年的超年 因为他要带领以色列民族 跨野路 所以他不但要有 王宫里的生活 学习文化知识 他也要有米店跨野生活的实践 那么这样 才能够成为神 何用的 仆人 还有 当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我看到 当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他呢 在少年的时候 就被选到王宫里面 学习 迦勒底文化 也就是巴比伦文化 那么这个古巴比伦王国 但是是很浅大的 神就给他预备 学习文化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 对传道人的要求 在文化程度上 也不断地在提升 所以我们觉得 一个人如果要做专制传道 最好要受过 大学病科的教育 那么这样呢 在社会上 这种文化知识 就会比较豐富 那再加上数年的知识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为主做 更美好的见证 那第五个方面的装备 就是要自杰使命 当一个人 我们有圣灵充满 我们又有信心 我们又有美好的品德 我们又有很豐富的 社会知识和蜀联的知识 但是如果没有使命感 他还是不能够为主做什么 所以我们第五个方面 要讲一讲 要自杰使命 我觉得一个圣光能用 他至少要有具备四感 什么叫四感 就是要有使命感 要有责任感 要有紧迫感 要有浓郁感 你要感觉到 教会把这样一个责任 托付给我们 主耶稣从万民中 卷选了我们 让我们有份于圣公 我们今天又接受教会 这样一个 讲台试后的 一个使命的托付 那我们就更加努力 那这个责任 这个使命托付了 那你有一种责任去担当 一个人 真的要有一种责任感 有的排表排好以后 今天什么时候轮到你讲道 有人说 我忘记了 那这个就是缺少责任感 这么重要的工作 怎么可以忘记呢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他每一桌 在教会里面有几项重要的生活 他是患在心里的 不断在祷告的 所以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才是神 所喜悦的人 那我们同时还要有一种紧迫感 要有一种心理要着急 不会是要的什么都无所谓 还有一种就是要有浓郁感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要感到这种很羞耻的 我们要感觉到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农药的指纹 那我针对这四感 我们来查考一些圣经 那么有关使命感的经文 我们已经有读过 就不再重复再读 像马可福音 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主耶稣要升天之前 托付给他门徒 你们要往普天涯去传福音 给外面听 信而受洗的必难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所以说升天之前 把这样一个 往普天涯去传扬福音的 神圣使命 托付给他 那我们这些受托付的人 那我们就要有一种责任的担当 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要有一种责任感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传福音 原来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散失 若不甘心 责任 却已经托付我了 师徒保罗呢 面对哥林多的教会 他有时也会觉得很无赖 因为哥林多教会 是一个昏迷别类的教会 那保罗心里很难过 甚至呢 有人拒绝保罗 但是师徒保罗 他能呢 这个不赖其缓的 给他们讲道理 来勉励他们 保罗说 我是不得已的 以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因为作为一个 所望者 不传福音 那这样呢 这个 这些众能灭亡 神会追讨他的罪 所以不传福音 就有祸了 那 那保罗说 那既然 是不能不传的话 那他接着又说了 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 就有散失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脱户了 他看到有一种 责任的脱户 所以我们每一个 传道人 都应该有一种 责任感 我们再看 师徒保罗 他不但有责任感 他会 还有一个紧迫感 很紧迫了 要把这个事情 做好 我们看 师徒行章 17章16节 保罗在雅典 顶后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 都是偶像 就心里 着急 所以我们 每一位同工 都会看到 教会有 这和那的需要 也会看到 社会人群中 有很多需要 呼应 那我们就要有一种 传呼应的紧迫感 还有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第四节里面 保罗还有一种 很强烈的浓郁感 他感觉到 自己成为一个 传呼应的使者 自己成了核等人 是蒙神的恩 才做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蒙神的恩典 接受从神而来的 生生使命 我们如果甘心 乐意去做 怎样事情 我们一定会得到 神的善事 在教会圣工当中 我们有得胜的喜悦 我们也有失败中的暖弱 但是呢 我们无论 我们有什么样的 一个遭遇 我们只要 赶钱赚当 我们很好地去装备自己 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 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 去战胜一切的困难 我们要追求 能复权的 能复权的 和能力上的斩进 我们还要有很强烈的 使命感 责任感 和 窗户因的紧迫感 那么我们具备了这一些 基本的条件 基本的条件 我相信 我们就是一个 深受喜悦的 工人 愿主耶稣 帮助我们 愿主耶稣 加添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真正 在 环世上 做信徒的榜样 在生活中有榜样 让我们讲台 所讲的信息 就会取得 给美好的国效 感谢主 愿主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阿们 感谢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